大家好,我是张大飞 早天晚上在这里露营还是有一点冷的 到现在嘛,太阳已经出来了 但是这个房子里面 见不到阳光,有点冷 现在吃的东西,出发丽江 还有30多公里吧 去搞点补给 出发了,东西都收拾完了 来个,出发丽江 前面那个山,绿龙雪山 好高啊,都能看见雪了 你好,也可以接点水吗 可以可以,你要吃的 多饭用 这个可以吗 可以在里面 要是这个可以的话,这个也行 不用证明 这个也可以做 但是你去里面接吧 去里面接 嗯 哦,行 那点 哦,我拿到瓶子 哦 好 这个水吗 嗯 外面的那个水,也可以啊 不行,不行 你要喝吧 哦,我做饭用的 嗯,有这个水 哦 都是一个样的 哦 可以带来 那 谢谢了哈 接点这个水 这是他们家自己喝的 应该是净化的吧 我把水都煎满了 好的 一瓶吃一瓶喝 谢谢了哈,大姐 没有,没有 啊 行,大姐再见哈 好 再见 嗯 哎 出发 哎呀 五点了 搞点柴火 没柴火了 这里 刚才看这里 有这个木柜 这个 收集一点 就这,就这两根了 肯定不够今天晚上烧 啊 收集一点 嗯 有备无放 有备无患 房子的那天咔一下雨 就玩完了 没柴火 你不难弄吗 天干的话 也要背一点背一点 房子找不到彩虎 哎呀,这个彩虎这么干 嗯,这个 哇 哇 哎呦,这个好 一摆就摆断了 哎呀,搞了这么一,这么一大波子 被子也行 今天烧也行了 那不用抽没有彩虎了 前两天用的挺厉害的 要是路边有的话 再剪一点 晚上用 这些就被子 啊,带的都 搞坏了 太尖了彩虎 我也没去尖 就这样搞的 啊,这么些 够用了 啊,放框子里 啊,出发 出发 现在5点钟 这里有一片这个房子 应该和昨天的一样的 应该都是修这个之前的这个高速用的 现在都不用了 我也不打算走了 今天看要不然就在这里录影 我感觉在这里录影应该是可以的 前面看见雪山了吗 玉龙雪山 这是 进藏以来的 这是云 从云南进西藏 以来的 第二座雪山 第一座雪山 只不过不是常年有雪 是大理的 汤山 就是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有雪 夏季可能就没有了 但是玉龙雪山是一年四季都有雪 然后过去玉龙以后 下一个雪山就是 白马雪山 太阳一会就要下山了 你看山不安的小村子 这边树木就很少了 基本上都是那种 山上的这个叫什么草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种植被吧 树很少很少的 因为高原了 现在平均海拔都2000几以上 今天就在这里露营 然后走那边吧 走那边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过去 过去以后 看看里面怎么样 不走啦 绕了一个大圈啊 其实高架下面搭也行 走啊怕晚上启风 我觉得高架下面也可以的 看那边有房子 有房子为啥不住房子呢 看一下 这边 这里不行 躲住了等一会把这个石头清一下 把车子推过来 就是这里露营也行 只不过要清 清比较麻烦 看看这后面 下面就是高速 大力高速 大力和丽江的一个高速吧 哎哟 这里面哟 都是宝贝啊 哎哟 开了 这种一次性的办法 这个 做完这些东西啊也就都不用了 收据 民工工资 支 支款 多少 借款单 收据吗 这么厚一单啊 今天晚上就用用这个烧纸行吗 哦不是用这个烧纸 用这个东西烧火行吗 这么多纸 浪费 我就用这个烧火来今天往上 都是宝贝啊 好靠这么多 装一袋子行吗 装一袋子 省了我用卫生纸了 咱们不是来找地方露营的 咱们是来探宝的 哈哈哈哈 这个没啥好好东西 就刚才那个其实就挺好的 感觉 哇还有床 谁还在这里 塑料 哎呀怎么还烧塑料呢 是的 烧了塑料 我不是塑料 烧的衣服 一件衣服烧了 是不是啊 反正就是塑料之类的东西 应该有人在这路过营了 看什么样子 免费的床 哈哈 一个免费的床 这间也行 让你坐过来 这间就比较乱 有没有什么烂七八糟的 这是第一间那个 有点那个纸 还可以烧 这里还有一个床 这都没用 这间空空如也 这间也是垃圾遍地啊 这间也是垃圾遍地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哇 这个一个大间 其实我感觉哈 嗯 哇 这里还 烧了好多东西 有人在这间屋里路过营啊 这间屋路营挺好的 这个这个床 这个床 挺大的 有人在这里烧过火 路营 不管了 嗯 随便找一间吧 我没给他带上 找一 嗯 要不然就 就 就在这间行吗 在这间住 今天晚上 我这不是这 这间 这间有床的这间 而且不用搭帐篷了 简单一铺就能睡 车子也有点放干净 嗯 今天晚上我也不搭帐篷了 有一个这个床 太方便了在这边 这个房子 感觉还是挺好的 然后把东西收拾一下 铺一下然后搞点晚饭吃 这一把 这还有一本来 好 既账凭证 借款凭证 嗯 就用这个烧 我又省了 卫生纸呢 好 发料单 省自己的柴火 剪点柴火 明天就不用再备了 嗯 今天晚上够做饭了吗 今天有买的这个豆腐 这个豆腐 5块钱一斤啊 这边卖 我感觉好贵啊 这个豆腐 我们家里那边豆腐才 差不多两三块钱一斤 老板 今天买豆腐老板非要让我 我搞那么一大块 我本身想想买个几块钱的肉的 买肉老板让我充个五六斤 我一听我的头 我说我我买点豆腐 买豆腐我说我少少买一点 老板卡 给我整了这么一大块 够今天往那吃了 哎老板就是想 让我多带点 主要是带多了 我吃不了 放第二天就不知道什么样了 把刀洗一下 这刀天天不洗 太脏了 把豆腐切一下 把成一块块的就行了 这个豆腐好切 跟嘎西瓜一样 跟嘎西瓜一样 从这来两招 ok 这个豆腐是石膏豆腐还是不是石膏豆腐 我感觉应该不是石膏豆腐 应该就是那种豆子压完以后把它压的那种 炸菜 炸菜 对你豆腐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应该可以 一拨 这炸菜不是辣的 两拨 三拨 三拨 没有菜 这个炸菜 我我饱了五十包 能吃到过年了 现在都多几号了 肯定是吃到过年了 这些留了被子 过年安安 要是没了吃就吃炸菜 就吃炸菜了 就吃炸菜了 还有四十多锅 应该再搞点啥呢 筷子 辣椒 用这个炸菜 用这个炸菜 它不是辣的 所以说要放点辣椒 也不是太咸 稍微放一点盐 天天不吃盐也不行 酱油 酱油 就这点了 还能吃一顿 倒点油进去 这是 这个油吃了一个月了 鸡精 鸡精 已经没了 才能够吃一顿 柔软一点 还能吃一顿 然后 放点水 冲一下 这鱼锅今天晚上 可以 没有看得可 这么一大多 先拿下来 把火引着 先用两张卫生纸 然后引这个纸 这个纸直接引 估计引不着 这个纸上比较硬啊 现在烧 这个纸上比较硬啊 嗯 搞点细成 搞点细成 炒匀火 开火 火 OK 中一锅 炖熟就行了 盖上盖子 哈哈 这个锅没有盖子 我刚才买了一个盆 就用这个盆 哇 美 开锅了 开锅了 哦 哦 哦 哇 那不用盖盖子了 就这样炖 让豆腐使劲炖 炖入味就行了 已经熟 已经差不多了 我估计 豆腐水一开就能吃 生的都能吃 哇 太好吃了 昨天没用了的 香菜 还有葱花 还有一点 没钱还能用一点 这些还能炒一顿 炒一顿饭啊 太多了 没有什么太大用 有调味用 这个东西 放一点鲜嘛 哇 有点烫 有点烫 但是很鲜呀 味 特别鲜美 这个 是不是看到这么一锅 很想尝一下什么味道 哎呀我烫哈拉子了 味特别鲜 我怎么说呢 就味特别好闻 而且吃起来哈 特别鲜特别鲜的那里 有点热 看看炭灰怎么样 哇锅这么热 不行 炭灰还要让它烧 要不然把炉子烧坏了 有点太热了 哇 肚子烧't 肚子烥 但是好吃啊 我就喜欢一线糊的那种感觉 吃肉下去 酥啊 这算是大块 太爽了 哎呀,把门关上,太冷了 窗户也关上 今天晚上就不搭帐篷了 就这样睡了 把睡袋一支开 今天晚上 东西都收了,等一下,然后再收 有点小冷啊 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端这个睡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明天出发 应该到虎跳峡了吧 过去玉龙雪山 到虎跳峡 有可能会休整一天 然后出发一百 一百二三十公里 然后到香哥里了 喜欢的朋友 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见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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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